第八條的這個將防止賄賂條例延伸導致特首 大家都記得我兩年前已經做好了這個私人條例草案 亦都獲得律政司頒發這個證書 證明這個條例草案是符合格式的 所以這個其實也都放在政制事務委員會的代議事項兩年 為什麼我等那麼久呢 其實我一直在等特區政府是要去履行林鄭月娥選舉時候的承諾 是做這個條例草案的修訂 但是很可惜就是我們連番追問 亦都很明顯看到就是特區政府是沒有意思 亦都沒有誠意去履行這個選舉承諾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是會繼續去推我這個私人條例草案 是要求委員會討論 如果委員會的建制派議員是遲遲都不肯去討論 或者阻礙這個議程的討論 不肯開會的話 我是會直接把這個條例草案擺上大會 逼這個政府起碼是作一個回應 正正式式去解釋為什麼他們不去做這個私人條例草案 到時他的解釋就是一定要鋪陳他所謂的一些法律理據是什麼 究竟他在研究什麼 或者是否中央不讓特區政府這樣做 所以這個做法我覺得是要政府正正當當地去解釋 究竟他是什麼原因不去做這個條例草案 我覺得北京反對不是一個能夠接受的理據 因為我們香港什麼時候本地立法 以後是北京同意戰可以做本地立法的 行政長官和一般市民一樣 亦都是受這個法律的這個監管的 行政長官和一般的公務員 官員一樣 亦都是要向市民問責 不可以亂收受利益的 那麼我相信這個 不需要李國能的報告 講香港人都知道 而這個條例草案是有需要去修改 你看到歷任的行政長官都是牽涉在他 三副的醜聞裡面 所以其實從香港的利益的角度去看 從香港的公眾利益的角度去看 這個條例草案絕對是有需要的 我不認為不符合 因為憲制上本身行政長官都是要向大法官 申報他的財產的 所以在就著那個基本法的條文底下 去衍生一個委員會出來 要求行政長官是 向這個委員會匯報他收受的利益 或者拿批准 我覺得這個絕對不是違反基本法的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為何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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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由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提供一个公平的回答 为什么他们不是抑制约约的公司 或者为什么他们不需要做法的公司 因为我希望他们很明显的姿势 而不是香港人的误会 对所谓的事情所作的则所作的则 If you are going to take the opposition via the recent speech on Beijing's opposing national border ... I don't think Beijing's opposition is a valid reason. Since when do we pass laws in Hong Kong that require Beijing's consent because this is a purely local matter, it is a purely local legislation 資格的世界,這間社群政府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一間舊,兩間,二間的界階間 不在國政府的政治直言 我們不必須拜京的批准來服務 我認為到了一個事項的批准 在這裏面的事情中有受過的幹部 我想加上會因為我相信 它是人的興奮人人擔任 我就要求他3月例会讨论 如果他3月不肯讨论的话 我会直接将那个私人条例草案 在立法会大会那里提交 跟着主席就会要求政府 做一个正式的一个书面的回复 我们就看一个书面回复怎么去解释 OK,Thank you